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搜寒酒壳 还没有好书宝 蛛丝马迹牵出诡异网购 背后竟是射枪大案 钢管 射钉枪 钢珠 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煽动藏枪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这张照片中的是万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在山洞里发现的塑料袋 打开袋子 里面赫然出现的是一把已经被拆卸的枪支 这是一起堪称离奇的案件 案件背后更是隐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秘密 那么山洞中藏匿的枪支是什么人的 这把枪又是怎么来的呢 六月初万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线索 万载当地有人在网上购买了两根无缝钢管 上级部门要求务必查清钢管去向和用途 不过当侦察员查到购买人的身份时 却感到有些意外 结果她是一个中年女性 年纪有五十多岁 她等于是现在是午夜 经常在家带小孩的 经过核查 2019年10月 龙丘鹅通过某网络平台 购买了两根无缝钢管 无缝钢管是制造枪支枪管的材料 那么这个龙丘鹅购买钢管 是用来造枪的吗 当时觉得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当侦察员找到龙丘鹅时 龙丘鹅显得非常吃惊和紧张 而面对侦察员的询问 她更是一脸茫然 不知所以 直接问她买无缝钢管的事情 其实她自己也是懵的 她说我没有买过这个东西 刚后来她自己通过她的 这些网络上的购买记录 她发现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她说是帮一个朋友买的 也就是朋友委托她购买的 她那个朋友她说 没在网上买过东西 结果她就说发个链接 让她帮忙买一下 也没跟她说 她也不懂这个钢管是做什么 她以为是那个 就是搞装修用的那个配件 于是侦察员随即 找到了龙丘鹅的那个朋友 袁卫平 而袁卫平也承认 自己确实委托龙丘鹅 买过两根无缝钢管 其中一个钢管 是她自己在工厂里面的 正常的加工使用的 并拍了图片给我们看 另外她说另外一个钢管 她也是帮朋友买的 是帮一个叫袁游斌的购买的 袁游斌具体用来干什么 她说不知道 袁游斌31岁 万载县高村证人 当侦察员找到袁游斌 询问钢管的去向时 对方竟然给出了一个奇怪的说法 她说钢管 她就是买到来 也没用到哪里去 后来就这样 被她卖装破烂卖掉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她说的肯定不合常理 其实我们也知道她在说假话 但是手里缺少证据 袁游斌的反常说法 不得不让侦察员对她产生怀疑 侦察员们 随即对她身边的关系人 以及她的所有购买记录 展开了调查 发现袁游斌他本人就有在网上购买 瞄准器跟钢珠等这种所谓的射枪 零部件的记录 而随着警方大数据调查的开始 越来越多的怪异现象被慢慢地剥离了出来 获取了一个叫袁游网的人 他也在网上购买了一把设定枪 跟一些设定弹 他本身是搞装修的 他说买设定枪跟设定弹 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但是我们说问他 你买的这个东西在哪里 他说用过之后就不见了 结果我们核实这个袁游网的信息的时候 就有个发现就是证明 他跟那个袁游冰居然是亲兄弟 袁游网的说法无法证实 而他与袁游冰的关系 就更让大家感到太过巧合 不仅如此 侦察员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发现同一时期 就是在那个相差 就时间相差不大的那一段时间内 万载还有其他两个 那个就是疑似那个 强受配件的那个物流信息 我们找到这两个人 结果又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他们也是帮这个袁游冰购买的 当时就判断 这袁游冰是肯定有问题的 手里 我们判断就是八九不离十 应该手里有枪或者整被煮上枪子 那么这个袁游冰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为什么会要别人去帮忙 购买这些枪支配件呢 虽然表面上所有线索都指向了袁游冰 但没有直接证据 警方根本无法对袁游冰采取任何措施 面对侦察员 他自己本人是单身 父母年纪较大 有一个姐姐嫁到外面去了 他一个人是常年在家照顾父母 对于他购买的那些配件 袁游冰一口咬定 不是当废品卖掉了 就是扔了 而他的哥哥袁游旺 面对侦察员的再三质问 同样也是始终说不清射钉枪的具体下落 态度非常坚硬 就是说他这个枪一定是用于装修 但是现在用不上来 也不知道就丢到哪里去了 他态度一直是这样 当然就是陷入了一个瓶颈中 好 到处都在买这种配件 但是永远都找不到这些配件的去向 或者真正到底是用于正常生产使用 还是用于飞防组装制造枪支 如果无法突破 调查只能就此中断 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档口 侦察员竟然无意间 在袁游旺的手机里 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 无意中发现 袁游旺他打电话有个录音的习惯 因为他是做工程的 他也怕老板赖账之类的 他就对跟这些老板的通话 欠多少钱呢 他都有个录音的 结果就发现 跟袁游冰跟袁游旺 双方之间在我们调查之前 已经有了多次通话 蛛丝马迹牵出诡异网购 背后竟是射枪大案 钢管 射钉枪 钢珠 到底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山洞藏枪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葛洪药膏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葛洪药膏 一斤药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洪牌 桂龙药膏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在证据面前 袁游斌再也没法抵赖 他终于承认了私自组装枪支的犯罪事实 那么他手中到底有几支枪 他组装枪支的目的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根据袁游斌的供述 他正是利用哥哥原油旺买的射钉枪 以及委托朋友买来的钢管等配件 自己组装了枪支 而当他得知警方在追查无缝钢管的去向时 立刻拆卸了枪支 藏在了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有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山路 而且都是那个非常那个陡缺的那个山路 由于枪管受损 所以原油斌自制的这支枪 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里面有佛要完整复原油斌的这支枪 配备了两根钢管 枪托以及激光瞄准器 钢珠等等 并且钢珠依靠火药激发 经济情况 他就是说 父母年纪大嘛 反正我们也走不动 就在他家里面 拿点那个野鸡啊 兔子啊 这些就吃嘛 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 就是看到人家那个就是电弓啊 他们拿那个枪 砰那声打进去 就是那个 刚把那那么厚能打进去 我弟弟就看到了 他说这个也可以拿来打鸟 他就拿回去 自己就这样改一下 去打鸟之类的 他刚看到射钉枪的威力之后 就动了自己改造枪支打猎的心思 而改造枪支的手段 他完全是从网络上学来的 他在网上看到一个那个 关于枪支的制作的广告 并且在那个评论区里面 还有一些就是 是组装枪支的需要的配件 注意事项 虽然袁游斌如实交代了 他改制枪支的事实 不过侦察员很快意识到 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他们总共给他买了四根五份钢管 我们当时就问袁游斌 还有的钢管用到哪里去了 当时袁游斌跟我们交代 另外一根钢管 他是帮助屯村的谢高森 也用射钉枪改造了一把枪支 侦察员们随后在山上挖出了 谢高森埋藏的枪支 我把一个人家来给他备用的 应该就是修年都买过去 修年都打过去 这样子一样子 还能送我一个 用的机枪的时候 他过一点 要撑哪去 经过司法鉴定 这支枪是以火药为发射动力 是能够正常发射钢柱的枪支 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袁游斌坦言 他之所以会叫别人帮他 去网上购买组装枪支 所需要的配件 也都是在网络上别人交谈 规避那个公安的打击 他就是里面就说到 购买这个配件 不要自己买 要通过别人买 网上那个 就是说组组这个东西 他还明明都是这样说的 那个评论器都是这么评论的 防止公安机关 就是查嘛 反正就是分开来买 时至今日 袁游旺对于他跟弟弟的违法行为 虽然口头认罪 但心里却仍然觉得有些冤枉 我们自己的心态 因为这个既然是网上有卖的 就肯定是合法的 就不是说是犯法的 因为是犯法的东西 你网上肯定是买不到的 射钉枪钢 无缝钢管 很多都是正常的生产生活工具 你买过来正常使用 肯定是合法的 但是你别有用心的 用他们来组装枪支 这肯定是构成违法犯罪的 而袁游斌也同样表示 自己虽然是私自组装了枪支 但是并没有给社会和他人 造成任何危害 所以他的心里 还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我知道隐私不允许 但是我就是说 不知道危险性这么大 因为我们就是说 自己在山里面 自己搞点的也都吃 反正我又不是拿了 怎么做什么坏事 又不是拿着这个抢劫什么的 也不觉得危险这么大 他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我们国家对枪支 还是管控的非常严的 包括从任何时候 从以前的收枪支报 到现在这打击这种网络犯枪 都是管控的非常严的 首先制造枪支是违法犯罪的 包括非法持有枪支 也是违法犯罪嘛 他并不能保证 他的枪在他手里不能出事 万一被别人偷掉了 那就杀人放火抢劫 这责任谁负 经过侦察员们不懈的努力 这起通过网络购买配件 组装改制枪支的一案 最终得以成功告破 而对于原油斌 原油旺梁兄弟 以及谢高生而言 制枪打猎 不能成为其违法的理由 心存侥幸 执法犯法最终换来的 只能是法律的惩处 有请 感谢大家